山川卡齐色上衣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22号首度指导模拟核武反击战术训练 北韩官媒指出目的在于模拟核反击 尽管外电没南韩 但北韩补充是射准确击击中距离352公里外的目标 足以将南韩全境置于射程之内 且同天南韩军方指出 北韩超东部外海发射多枚短程弹道飞弹火药未农 北韩此次试射除了撞起美韩将领会晤 同时也是美韩联合演习 加强应对北韩期间 但南韩专家指出试射并非针对美韩联合军业挑衅 而是以规划进行超大型火箭炮试验 全力加速开发武器 以巩固近视政权 谈话敌人若侵犯解放军将果断亮剑 陆方在海军成立 75周年当天推出饶首MV 强调军事实力捍卫主权 同天大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优霞 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喊话美飞 勿将海洋作为竞技场 张优霞一番话显然针对南海争端 因为在论坛正常之际 美飞大秀肌肉在中非主权争议海域 展开兼并兼联合军演 剑指中国大陆 但解放军也不甘示弱 咸阳舰组织编队赴南海演训 和美飞军演互别苗头 接着综合报道